郭文貴議員 這個 尊敬的我們蔡會長 還有在座的新任的馮會長 還在座的新朋友老朋友 大家晚安 這個 對我來言的 這邊這種場地並不過身 我想起來 我向各位好朋友報告一下 既然今天我們新的這個 這個 巴拉巴等於是算 菲律賓的新的一個成立 我們 各位很多人 大概不太了解 什麼是華僑救火聯合總會 今天浪費大家一點時間 華僑救火總會 在1952年 當時 是我們老總統 在一個華僑全世界的一個 華僑會議認為 我們要組織一個團 這個決定對押錯了 各位報告 我們組織 講老實話 講附屬組織 我們華僑救火聯合總會 就是喬委會的附屬組織 同時的這個 情形事件 各方面都不太好的情況之下 老總統希望 由我們華僑救火聯合總會 來協助 喬委會有些不方便的事情 來處理 我們喬委總會 七十一年來 永久沒有改變 最大的沒有改變 永久支持我們中華民國 方向永久沒有變 對吧 為什麼我們現在在做調方 來支持我們的政府 因為愛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除了這個以外 文化的傳承 也沒有變 各位最近的講越講越多了 我們今天我們老會長 講了一千大這個故事 講老實話 就是他這種撒勁啊 能夠延續到今天 喬委會 能夠有他的很多工作 喬委會再好的政策 再偉大的政策 中華民國再偉大的政策 沒有僑胞給你落實 你這個組織也是一個 空的 但是我們喬委 再幫喬幫 能夠幫助 喬委會 國際政策 能夠落實 講老實話 政府要謝謝我們 不是我們謝謝政府嗎 沒有錯吧 對不起啊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今天 現在最困難的就是 傳承的問題 我們 當時他做了傳承 一條 菲律賓最愛國的 就做傳承 同志軍拉一拉票 那時候做軍艦到台灣 他就過來 現在就好景也不在了 雖然不在 你看到我們 我們弘會長 國民講的病話 他第三戰 第幾戰 可惜他廣東話 我是不會講的 對不對 那問題 你看能夠這樣傳承 就是無法的 那了不起 那喬委總會 我跟各位報告 就做一些 連調寡會都認為 夠我祈禱目 謝謝 因為台灣 現在已經到個程度 調寡說 很多政策 是要配合外交部 配合移民署 配合衛福部 你談過那個 喬委的政策 沒有各單位的協助 能夠完成嗎 不可能是 那喬委總會一定做到 我們為什麼 通貨人員再聽過來 當時呢 我跟各位最聽的一個例子 連電的問題 連電政變 全身沒有辦法到台灣的面前 連連一個簽證都沒有辦法 喬委總會發揮了 很大的功能 我們協調外交部 彈性的讓他先進來 協助教育部 讓他先進來再考吧 成績不好 就先進去 一周八了 有什麼關係 這個方法 我們還有 沒有錢怎麼辦 發動人來捐錢 給他們做飛行到台灣 這種事情就是我們 僑胞莫默默在做的 我們完成了 結果來了五百人 來做飛行 到台灣 剛好又有毛病 檢疫的問題 檢疫為什麼 他下飛行就沒有錢啊 怎麼辦 醫生來檢疫 打針錢都沒有 就總組之間 喬委會做到了 喬委會的政策 我們幫他完成 喬委會說 不是他不完成 很多事情要經過別人嘛 對 那我們其他人總會呢 終於完成這個事情 不容易了 也不是我們個人的力量 我們的團體 就是發揮 發動機一樣 所以今天這個成立 我一定要我們 喬委會一定要過來 來一個 這是一個發動機 發動機發了以後 輪胎就簡單啦 換上來就簡單啦 發動機發動不了 再好的輪胎也沒有用 什麼米其利也沒有用 對不對 一定要我們發動 所以今天我們 洪會長要就此 我們喬委會一定 過來這裡 來這裡給他祝賀 醫生 跟各位報告一下 華爾街 中國聯合 永遠是我們 喬委會 國家的一個後退 最近呢 很多念書的事情 現在 現在政策 希望我們喬委會 留著台灣政策 留下來又怎麼辦呢 他有飯吃嗎 他我會管嗎 有辦法管他吃飯嗎 一直管招生 到台灣OK 到底要管他也沒飯吃啊 這個事情就是我們要發生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 我們將來 甚至我們台灣有很多歸橋 有歸橋的團體 回菲律賓行業 希望我們這次回去 我今天跟調圍來講 我們回去 我們這個 洪會長我們來一個 在台灣成立一個 菲律賓歸橋的會 來照顧 我們今天 菲律賓的小朋友 到台灣念書 將來就業的問題 居住的問題 語文的問題 甚至還有結婚的問題 等等會發生 相信這個 這個喬吾會 會 讓我們要來配合 把他完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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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喬吾政策 也延續我們 東華文化的 這個開展 這個就是 我今天跟各位報告話 多講幾句的 一堆事情 可以講 今天的 調圍總會的 這個成立 是非常有意義 也希望在座 能夠配合 還有呢 也這個 希望來繼續支持 我們華為東華聯合總會 我上任理事長以後 我在座能力總會 我是80的華僑 我在這邊待了25 當時呢 就是第二屆 國安代表的時候 吳律賓也是同一屆 因為他 國際問題 就是 否則的話 我是任務吳律賓 他告訴我 所以我就留在台灣 就沒有回去 我就在 調圓總會 到現在為止 我也做了 16年了 也快要 要應該完成 介紹一些任務 也希望 給我了解一下 調圓總會 這樣的意義 是非常有意義 所以今天 我們調圓總會 在菲律賓成立 我非常的高興 我們也要感謝 當時 這個 老蔣總統啊 這個 成立的這個會 我們發揮了 也希望 我們政府機關 要好好重視 就是調圓總會 是中華民國 唯一的一個社團 把海外 納入我們的 這個 會規裡面 所以我們每年 都要請辦 海外旅事會 我在就任第一頁 曾經在這個地方 辦了海外旅事會 也在座很多人來幫忙 甚至你們 也辦過 所以呢 再多的講話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父 也不要忘記 這個 老總統 我最後 都 老總統的話 記得 大概你們都聽過 沒聽過 就不管了 聽一看像不像 我學學老總統講話 你可以嗎 可以 每次雙世間 國際 我們老總統每次都講 西米紙米外生 中華民國外生 外生 對吧 謝謝 謝謝